请问医师 缺少胶原蛋白会对我们讲胸部有什么分享吗? 因为胸部其实它的组织 每一个地方的结构不单纯是胶原蛋白而已 嗨大家好 我是何文棗医师 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来讲讲胶原蛋白 以及胶原蛋白的一些迷思 胶原蛋白目前有大概28个形态 它分布在人体许多的地方 比如说像皮肤的里面 它主要就是在真皮层 真皮层就是在表皮跟皮下组织中间 这个白白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8成是胶原蛋白 有少部分是弹性纤维 那也会分布在骨骼、血管、肌腱 这里面都可以提供我们身体做一个支撑 所以叫结地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那我们来谈胶原蛋白之前呢 我们需要知道胶原蛋白它的结构 它的组成是什么 举D型的胶原蛋白来说 胶原蛋白的组成是由最小最小的 肝氨酸、不氨酸跟强不氨酸 这三个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最小的单位 那不断的复制这三个最小的单位呢 形成一条多生态链 那这一条的多生态链呢 那有三条主要有三条多生态链的构成 像仿变子一样不断的交错 形成一个胶原蛋白的最小的单位 也因此我们人体在形成胶原蛋白的时候 我们需要摄取一些的蛋白质 那这些的蛋白质呢 并不是一吃进去就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胶原蛋白 它会经过人体的消化到的蛋白质酵素 把它切割成最小的氨基酸单位 那藉由人体为了要合成胶原蛋白 它会把这个肝氨酸 不氨酸跟强不氨酸呢 它会做一个组合 然后就跟刚刚的结构一样 它会不断的复制 然后不断的间接 形成一个胶原蛋白的单位 提供我们身体来使用 所以呢我们在房间我们吃东西 并不是我们吃到这个胶原蛋白 就立即变成我们身体的胶原蛋白 其实胶原蛋白的流失呢 跟我们老化也很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一个小baby 他的皮肤很Q弹 随着老化到老年人之后 他的胶原蛋白就慢慢的流失 所以老化是第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农夫或农夫 他们长期附在紫外线 所以也许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看起来就像六七十岁一样 这个就是因为紫外线呢 会加速这个胶原蛋白的老化 以及衰退 还有就是说 做型比较不正常的人 他的胶原蛋白的合成也会比较差 那胶原蛋白呢 在我们平时的摄取 我们可以摄取一些 含有蛋白质的物质 比如说像鱼肉 猪肉 猪皮 在很多的肉类食品里面 都富含着胶原蛋白 皮肤的真皮层 它借着这个因波拉提 把这个因波的热能聚焦在这个真皮的里面 让这个胶原蛋白呢 能够快速的去增加 或者是借着这个电波的热能的刺激 让下面的胶原蛋白呢 因为这个热 它会增加它的这个合成 以至于增加这个皮肤的Q弹度 以及它支撑的效果 来增加皮肤年轻化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呢 有些人会借着注射玻尿酸 或者注射这个胶原蛋白 那让皮肤的这个支撑 还有Q弹度更够 那也达到年轻化的表现 不过因为注射的胶原蛋白 或者是玻尿酸呢 毕竟不是人体自然生产的 所以它随着之间会慢慢的流失 所以在医美的疗程里面呢 可能在每隔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的补充 来达到这个年轻化的一个两限 那均衡的饮食 是产生胶原蛋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辅助的营养素 诸如像维他命C 或者是像一些钙离子等等 这些呢 在胶原蛋白的合成过程里面 也占有一个很重要的辅助角色 那另外呢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作型 因为当我们身体在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的自由基会变多 就会攻击我们的胶原蛋白 所以呢 长期在一个压力之下的人 他胶原蛋白流失 看起来就会相对的比较老化 另外呢 我们需要注意到防晒 因为呢 这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呢 对着这个胶原蛋白的合成 是有伤害的 并且呢 它也会产生许多的自由基 会加速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与老化 所以呢 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户外的工作 或者是在户外的活动比较多的人 特别防晒油一定要擦 可以减缓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在我们的饮食里面呢 维他命的补充呢 最重要的就是维他命C 那维他命C在许多的水果里面都有 比如像一些的柑橘 柠檬 巴勒 葡萄 等等里面 这些水果都有丰富的维他命C 那这些维他命C呢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 所以除了的奶 蛋 豆 鱼 肉类 这里面呢 富含的蛋白质之外 摄取适量的维他命C 对于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 是非常的有帮助 请问医师补充胶原蛋白是吗 可以帮到效果 我们摄取胶原蛋白后呢 在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消化道里面的一些蛋白质的酵素 会把这些蛋白质呢 做一个切割 成为最小的氨基酸 把他所需要氨基酸 做重新的排列 再堆积到我们身体里面需要的位置 产生一个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胶原蛋白 所以呢 我们摄取的胶原蛋白 并不会直接进到人体 形成我们所需要的胶原蛋白 请问医师吃这些食物 真的能够补充胶原蛋白吗 像是鱼鳞 鱼鳞果豆 胶原蛋白粉 QB 或是鱼鳞 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成分里面 都含有蛋白质的成分 所以进到人体被分解之后 成为氨基酸 都有机会成为人体 产生胶原蛋白的成分之一 请问医师 缺少胶原蛋白 会有长剂量 长胸部 长头发 长完股有什么影响 原理是什么 其实胶原蛋白呢 在人体的各个器官 各个组织里面 都占有一席之地 它负责让这个地方能够长得 有支撑 然后有Q弹 但是长胸部 因为胸部其实 它的组织 它不只有胶原蛋白而已 它还需要有 二脉的刺激 让乳腺发育 或者是让那边的脂肪会发育 每一个地方的结构 不单纯是胶原蛋白而已 但是不可否认的 胶原蛋白的确在这些的发育过程里面 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但是仍然有许多其他的因素 会去决定这些部位的生长发育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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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